这条题目就给了这三个条件 基本上就是主要有这三个 上面这些只不过是限制我们接着要求证的这条数 一份帽的部分不是等于0 然后这条题目就要求证这一块Quality 加上之后就等于1 我们一起来看看可以怎样做 最直接的做法当然是代A到题目的这里 份子份母都有A 但是既然代一个份数 在份子份母都有A的情况下 那就未免太麻烦了 出来的份数变成我们有四重要做 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怎样可以省却这一种麻烦呢 那么我们可以首先把一个A的Quality 就写成A over 1 由手边就不变的 那么要等于这一种的比例关系 而由于呢 有这种比例的关系 那么我们根据比例的性质 也就是这个份子 over 这个份子加份母A加1 那么我们既然第一个就已经是这样了 那么接下来就很简单 我们可以很容易这样generalize到 B over B加1 这个东西就将会是 分子是这个 就是Y over X加Y加Z 那么然后C也是这样做的 C加1 等于Z over X加Y加Z 那么显然易见 这三个东西如果我们将它最终 挣在一起的话 那么我们当然就会看到是 X加Y加Z over X加Y加Z 的一个这样的AQuality 那么最终呢 这个东西由于分子和分母 都是一模一样的关系呢 那结果就是等于1 那么所以呢 今次这条题目呢 就可以成功证明到 左手边加在一起 那就是等于1 今次我们要证明的这条数呢 那么原式的左手边呢 就可以化作 因为1等于A加B加C 那么我们将 看到的1 就全部变成A加B加C 就是A加B加C 这个东西 over A 再加A加B加C 这个东西 over B 那么再加A加B加C 这个东西over C 那么我们发觉呢 就有些东西可以拔出来 那么具体一点说 就是有这个A 这个B 和这个C 那么抽出来呢 就会成为3 那么剩下的东西呢 如果我们将它固定的话 那么就会有 B over A加A over B 加C over A加A over C 再加C over B加B over C 那么每一pack 里面呢 我们有的东西就是 有一个分数 或者一个什么数都好 再加上它自己的倒数 那么我们细心一点看下 如果我们有一个数 那么再加它自己的倒数 那么这一块东西呢 它本身最小最小 它就只可以拔2 那么 而且这个情况很特别 就是要分子和分母 都是一模一样的话 那么左手边这个等于1 那么右手边这个东西 又是等于1 就是A over B 是等于1 那么如果不是的话呢 那么一个可能会好完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会变成超级大的了 那么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这个数据呢 那么最小最小 它只可以 是可以拔2 那么 一般的情况都是大个 或者等于2的 那么旁边这个呢 又是大个或者等于2 这一块东西又是大个或者等于2 那么所以呢 出到来 整个东西 A over A加A over B加A over C 的数据呢 就变成是3 应该是这样说的 整个东西得出来呢 综合出来就会大个 或者等于3 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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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所以 结合出来就会变成 大个或者等于9 了